Hello 大家好 又是阿鵬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賽馬心髓 對上的心髓是不一般的 希望這次可以幫到大家找到多少 你知道最近都在家 留在家吃飯 開心心 明晚4月8日快戶谷有八場 很有趣 主要都是以三四班為主 尾場是一場二班 首先我推介第二場四班的1650 我會選擇三號的泰益線 為甚麼選擇這隻呢 其實我覺得他的部署像是這場起快離了 你看到他的表現 初出就找一下麗凱榮 這隻馬本身有點事 今季出得比較少 出過兩次 接著上場就找火車潘 上場就越來越近了 跑第四 輸給那些至尊高星 家營精賽那些 之後再出都再贏了 證明這隻馬的表現 其實上場 如果大家有看他上場的跑法 他非常之好 他跟著跟著 但他的狀態始終是未得 所以他跑第四 不過輸給那些對手 我覺得絕對有交代 這次找雷神 而且當位易當 很明顯 飛數上 暫時就4.8倍了 我自己覺得飛數再加上形勢 還要找雷神 很明顯 還有一樣的就是 最重要的 明天的審集成 是很多晚 我自己覺得是有機會 明天是一起起的 所以 我的推薦就是 3號的泰育線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腳那些我就不給大家了 因為 有這隻蛋 大家可以用腳去配合 好 接著我給就是第四場 又是3號 嘩 這隻3號是微妙星 為什麼我選這隻呢 上次我自己覺得 李勁國是騎得一般的 因為李勁國 其實這隻蛋不熟 他抓不到那個法力點 最後上來那一刻是生生來自 但反過來 前一次潘頓贏的那一場 在裡面 然後派一個位置上來 那一場是非常認得好 贏了運財 還有 這次再找潘頓贏哥 很明顯 其實大家都知道 再加上 這個馬房 容天鵬 真的要找大師傅 才可以幫他殺到馬 還有我看這一組 四班千賢 其實不是說有很多馬 可以跟這隻馬 去匹敵 當然啦 但是 其實都有一些挑剔的 就是 他始終都要後上 那你後上的話 是怕 有一點點阻滯 希望潘頓的就位好一點 還有呢 坦白說 這一場 我覺得這隻馬 如果只要發揮到 應有的水準 應該都三甲是有的 所以大家找他做膽 拖三紅彩 四紅彩 Kill都沒什麼問題 希望 這兩隻馬可以幫到大家 我跟大家重溫一次 我的推介就是 第2場 3號的泰益善 第4場 3號的美妙星 希望二場三 四場三 弄一條 Win的過關好 為止過關可以幫到大家 拿回多一點點 最重要大家多點支持我們的頻道 希望大家明晚多贏